英国伊丽莎白仪式 英国伊丽莎白仪式 简称伊仪式生于公元1533年 父亲是英国都国王朝 倒属第二位君主亨利八世 这位亨利八世陛下的名声不太好 被讽刺为带着王冠的蠢驴 伊仪式的即位非常有戏剧情 简言之 亨利八世在1547年1月去世 存位于九岁的儿子爱德华六世 爱六世只在为六年 1553年7月去世 因为爱六世无子 王伟传给了简格雷 格雷是亨利七世 亨利六世父亲的外曾尊女 简格雷只在为几天 就被伊仪式的姐姐玛丽仪式废掉 玛丽仪式很讨厌妹妹伊仪式 以妹妹毛反为名官压起来 玛丽仪式拼命要生个孩子即位 但度的始终不争气 1558年3月 玛丽仪式只好确认 让她讨厌的妹妹继承王位 伊仪式即位的时间是1558年11月17日 伊仪式接手的 是一个让人头疼的烂摊子 那时的英国 封建势力非常强大 还有信仰上的势力互相争动 伊仪式如果处理的不好 英国随时有四分五裂的可能 对于两大信仰上的势力 伊仪式一碗水端平 把自己打造成超派两派之外的决策者 两边都拉拢 两边都不得罪 虽然在伊仪式晚期 两大信仰上的势力斗得更加凶狠 但至少在伊仪式前期 还是起到了稳定局势的作用 彼时的英国 已走向海外发展殖民地 但当时的日不落地国是西班牙 伊仪式对西班牙的态度是暂时惹不起 那就毕竟疯嘛 让傻乎乎的法国跳出来和西班牙懂 英国从中捞取好处 英国是个盗国 不航海就没活路 而当时的英国造船界并不发达 在海外可难竞争过西班牙 伊仪式发现这个问题 打破一切阻止造船界发展的玻璃墙 只要有利于造船界 王室会尽全力服务 同时 伊仪式还对英国臣民说 国家太小了 养不活你们 世界那么大 你们为什么不出去谋生呢 伊仪式发现西班牙殖民地主要在美洲 非洲还算是个殖民处女地 着重开发非洲 伊仪式成立了很多所谓的公司 却非洲殖民抢劫 还当起了人贩子 四处贩卖黑奴赚黑心钱 大家都知道 鸦片太惨了清朝 导致近代中国没路 罪魁祸首之一 就是出名昭著的英国东印度公司 而成立伦敦商人在东印度贸易的公司 正是伊仪式 时间是1600年 东印度公司对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立下汉马功劳 而这一切 伊仪式当推手工 当然 这都是站在英国利益角度来说的 随着英国国力的增长 伊仪式开始准备把西班牙从日不落帝国的宝座下拉下 取而代之 西班牙有一支著名的无敌舰队 横扫世界 但从1588年开始 无敌舰队就被英国海军不停的折腾 英国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 国力消耗严重 而且也没有一战灭掉无敌舰队 但是 西班牙在与英国的长期对号中 援具大力 实力越来越差 最终被英国拉扎马 而1588年 正是伊仪式统治成熟的时期 如果没有伊仪式在位时期 对西班牙的战争 西班牙对英国的海外优势 还要维持更长的时间 虽然英国在伊仪式去世后 国库基本空了 伊仪式即位于1558年 失始于1603年 45年的统治是英国从传统农业国家 变身为资本主义强国的关键时期 被很多英国人称为黄金时代 伊仪式也被称为荣光女王 没有伊仪式打下来的基础 后来的日不落帝国可能不会出现 帝国强大了 但伊仪式的个人生活并不是很如意 他活了整整70岁 却从来没有嫁过人 有很多王室追求过他 而出于国家坚平衡的考虑 伊仪式非常慎重 宁可不嫁 也不乱嫁 以免影响英国的利益 伊仪式并非没有喜欢的男人 他爱上了托马斯·西蒙勋爵 那是1548年 他只有15岁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 伊仪式认清西蒙勋爵 不过是把自己当成通过最高权力之路的桥 伊仪式不会容忍任何人燃至最高权力 把西蒙勋爵踹出局 到了晚年 伊仪式又找到了一份他认为的爱情 这个帅哥伯爵名叫埃塞克斯 生于1563年 比伊仪式小了整整30岁 你是否想到了武则天和张义智 60多岁的伊仪式 没有了美丽的容貌 却又掌握别人生死的大权 埃塞克斯就是充全力来的 勉强和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谈恋爱 有一次 埃塞克斯嘴大 对朋友说伊仪式老得不像样 头发是假的 皮肤没有一点弹性 这是他偶然发现卸妆后的伊仪式真容 老公说得好 至少没有不透风的裤子 这几句话被伊仪式听到了 凤颜大怒 一把刀 送埃塞克斯上路 此后 伊仪式习惯了孤独 直到1603年3月24日离开人世 更多历史地理文章 请订阅微信公号 地图地返回邹湖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